这次袭击哈马斯的发言人和领导人公开指出 这次袭击得到了伊朗的绝对支持 背后还有一个神秘支持者 这神秘他不肯说 这个是哈马斯的发言 但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却说 我否认发现伊朗支持的证据 这个就非常有深意了 那这里头美国和哈马斯不同的言论 背后它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你看这次哈马斯 他几乎是自杀式的袭击 因为哈马斯的人知道 以色列的军事实力打十个阿拉伯国家都跟玩的一样 军事实力就那么强 但是这一次哈马斯胆敢这样袭击以色列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有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他觉得有耻无恐 但是美国这一次布林肯就直接否认了 说我们没有发现伊朗支持的证据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一次巴以冲突 实际上是哈马斯想把他搞大 伊朗想把他搞大 背后的神秘国家想把他搞大 但是美国和以色列 以色列相对还克制一点 美国是非常克制 美国的意思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伊朗干的 但是我没有拿到证据 就是他意思是不想升级这一次的冲突的范围 和这一次冲突的广度 我相信美国也在压制以色列 报复的动作不要那么大 因为万一动作太大的话 激起阿拉伯世界的愤怒的话 这一次巴以冲突有可能会升级成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中东战争 那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美国不可能在除去俄乌战场以外的 另一个战场在开辟第二个带领战争 如果开辟第二个带领战争 美国的经济就不要要了 可是中共就是独定美国 不能同时打三场战争 所以他一定会促成 对 中共的牌多得很 它不光是这一场战争 当然我们看到哈马斯这次袭击 他没有半年一年的计划 他是达不到这种标准的 他能夺过摩萨德 而且这样的袭击效果 他没有半年一年完全军事专家的指导 他是做不成这样的 所以说中共其实这件事情 计划了很长时间了 当然我觉得中共绝对不止这一招 他不会只让哈马斯 我袭击你一下 我戳一下我就走 绝对不会的 出去观察了 亚运会的时候叙利亚总统来中国 他回去过以后 这一次袭击 他没说一句话 没有发表任何言论 叙利亚和以色列是由血海深仇的 就是叙利亚肯定关键时刻 会袭击以色列的 但是什么时候 就是伊朗还在背后躲着 叙利亚还没出手呢 背后的招还很多 这只是开始 这只能说到这些人的 我会发生的 是什么时候